我们今天来录一下扫盲课 大家可以看到实践 其实是我在录完第四章之后 我发现大家有的人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 所以如果你熟悉什么双击调试以及操作系统的相关概念 和windk安装了 以及这些windbug的一些常用命令 那你就可以不用看这一章了 这一章我准备放在第0章讲 那首先 我们来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双击调试 我们每次都都一直在搞双击调试 什么叫双击调试呢 就是我打开这个windbug 来调试我的虚拟机 对吧 各位 那双击调试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大家估计在看我视频也都知道 我写驱动是比较菜的 是经常会蓝屏 那么双击调试它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蓝屏也是在你的虚拟机里面蓝屏 它并不会在你的物理机里面蓝屏 这是它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就是双击调试 它可以一步步调试来找到你 这个驱动或者是一些让你学习的一些bug 就比如你来找驱动bug 就是我可以来单步跟踪我的驱动 当然是前提是你得装击调试 然后装了那个 pdb 就是你下的你的驱动有那个pdb文件和圆码 它可以进行圆码极的调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source这里有一个open source file 当然就是你一旦 在这个驱动里面下了断点 并且你把驱动给放到里面 你当然你不能加任何壳 或者鲜明什么的 要不然它找不到这个pdb 你加完之后直接原版放这 最好还是debug的 放在这里面 然后一加载之后 假如你那个驱动里面有断点 或者你什么的 你就直接会被断下 然后它这个问题 bug 会自动帮你找到圆码 然后你给让调试 可以执行圆码级别调试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一个是驱动单步 一个是圆码的单步 接着我们再看 我们车远了 再看如何两分钟完成双击调试呢 我看那个就是大家都是什么 在cmd里面 然后首先还得什么到c盘 cd c盘什么 windows什么system32 system32呢 然后bbc 到这 到这就可以了 到c3吧 然后bcd 然后 这个 然后再打开一系列各种东西 然后让你的 这个虚拟机能够调试 然后再开启测试模式 好的 我这里啊 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 叫做 Worture KD 这是github上一个开源东西 我直接用了它的release 就叫这个vkd 简称 如果你有vkd的话 你两分钟就可以建好一个上级调试 那怎么建呢 这里给大家先 看一下 首先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vkd 新建一个虚拟机 当然这些都是典型的 然后我们打开 镜像 镜像去哪下载呢 我一般都是去这个msdnitelu 也就是我告诉你这个网站 它一般都是免费的 可以看到 也是免费的 当然它那个只是想让你打上的 在这里你可以下到windows各种版本 下好之后 我们找到这个镜像 比如我们现在想装一个1803 因为我现在机器还没有1803 它已经检测到我们用的是Win10x64 当然我这里推荐你的这个vmware越高越好 因为vmware就是 你如果是16的话 它也不能装Win11 如果装Win11的话 你需要一些额外操作 但是如果是17的话 大家看我找Win11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经可以检测到我是Win11x64了 下一步 旁边下一步 这里我们都不用 随便叫一个名字 叫oxygen 密码就是我的QQ 30 304914289 当然我们这里不弄 然后我们oxygen下一步 它说必须手中激活 然后我们把这个 不要放在c盘 因为这个讯息还是很大的 至少得有几十个g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新 在我们这个lf新建一个文件夹 就叫做1803 找到1803 在这 我们下一步 这里啊60 他你全让他建议的来就好了 然后你就等他创建私盘吧 这俩我们先暂停一下 对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先等他创建完私盘 好了 各位 我们的这个虚拟私盘已经建好了 这样 他就 我们就等待 他安装 驱动程序就好了 这里啊 我肯定是 不能再太安装 因为这个安装还是很慢的 让我们首先先改个名字吧 这时候你就让他自己安装就行了 你偶尔啊 点一下他让你干啥 下一步 知道的 OK啊 各位 经过了也就20分钟啊 我们就已经装好了虚拟机啊 也没有20分钟 十几分钟就可以装好一个温室了 那我们接下来该干什么呢 接下来 交代两分钟完成双机调试 首先呢 我们找到我们刚才的说的这个VKD 来注意啊 VKD它是有三个 一个就是这个VMMo64 也就是说VMMonitor 这个 这个是我们主机要用的 也就是我目里机要用的 而这两个Target32和Target64 就是你要放到虚拟机里面 而我们接电子是64系统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虚拟机里面 好 我们把它拖到虚拟机之后 打开 然后我们右键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之后 大家注意啊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识别一些东西 以我们版本啥的 接着我们点击Install 安装 大家注意啊 它会说 你会把这个驱动签名关了 这正合我们意 因为 如果我们不关驱动的签名验证的话 也就是不是那个Tesla三年 那我们每次加签名啊 每次加载驱动都要加载个签名 而且一旦加载签名啊 问题bug就不能调试了 因为它会在它外面加一些东西 就迫害了原有的PE格式 然后就你没办法找到PDB 就它找到PDB也没办法调试 好 我们接着确定 它说会已经安装成功了 它不要忘记什么的 开启你的这个VM monitor 然后在你的host machine 你的host machine呢 也就是你的物理机 我们这个DDK for debugging 就是你想重启你的机器吗 那么就重启了 注意啊 我们重启之后 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我们想要双业调试 一定要 要怎么样 我们首先 不要直接进入我们这个温室 这个都是他帮我们加的 就是那个VKD帮我加 然后我们F8 F2找到这个 禁用启动程序强制签名 进入之后 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打开这个VM Watcher KD 它就会自动帮我们连接了 它确实会自动帮我们连接 而且它会自动帮我们下载 这个表示符号 我们运行 当然它可能会中断多次 好 我们再进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条件在这里打断 那就说明啊 我们已经连接成功了 连接成功 我们的双机调试就已经建立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驱动 放在里面进行调试 也不会怕你的物理机难屏了 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我们的这个 虚拟机 大家可以我点BREAK 点购 点购 除此之外 就是VKD 它的好处还不止是这一个 让我们更快速的建立起传调试 VKD 它 就是用了一个更快速的串口 就是平时啊 我们虽然也是用串口调试 但是它比较卡 有的时候它调试个信息 就很慢很慢 这个VKD 它优化了一下 就会更快一点 但是呢 VKD 它也不是没有好处也没有不是没有坏处啊 就是有的时候你用一些特殊蓝屏啊 VKD是没办法查明原因的 这也是它一个不好的地方 嗯 那也没办法 对吧 毕竟VKD这么方便 好 我们接着 就是你呢 关了问题吧 没关系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 呃 温车抹线啊 Monitor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串口名字叫做管道名字叫KD1803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run debug就可以了啊 对啊 我们在刚开始配置VKD的时候 就你要先配置一下 比如我们这里有什么start debug 什么自动的啊 什么 还有什么就是debug printer onstart 就是我们连接之后 我们进行一个debug啊 就是我们中断一下这种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啊 就是你要用哪个 当然我这里是用的Win Debug Preview 啊 而你如果想用老板的问题吧 就点这个 然后你去找一下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可以设置一下就是你的Win Debug Preview在哪里 好 我们这节课双一条是已经建完了 就大概就两分钟 你安装完训绩之后 两分钟就可以见识完了 呃 对啊 这里啊 因为我们后面写期段要主打的是一个兼容 当然也不一定啊 啊 有的我就没做兼容啊 我这里啊 推荐大家下五个训绩 首先是1903或者1909 这两个是一样的 他们只是有个别细微差语不一样 不影响 或者是REH2或者RH2 Win10的 呃 或者是Win11啊 也要下1809或者1703或者是1709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1607 为什么要选择这五个或者六个虚拟机呢 那样 就是我们大部分用户都要下载这些都是在这个底下运行的啊 而且啊 这个他已经涵盖了 Win10啊 他大部分的这个Build number也就是大部分的发行版本 嗯 还有呢 就是我们如果驱动能在这五个系统上或者六个系统上运行 那他基本是建议全系统了 接着如果你想要建议Win7啊 就去下个Win7 SP1 X64 就是sourcepack pack it 好 在下几课我们来讲一下双击调试基础 这几课我们建立完双击调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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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